Hello 大家好 我是秀美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关于第三种收入性质 就是安全性的收入 其实全世界就有3%的人在安全性的收入 安全性的收入大部分垄断在大集团手上 何谓安全性收入就是我不在 我的收入还源源不断 这个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一种收入方式 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来安全性呢 我没有什么负担或者我没有什么追求 不普通通简简单单 简单就好的生活不好吗 其实为什么我们进入安全性 是因为我们人生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冒险 你看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从25岁工作到65岁 总共我们这边创造了工作的时间是40年 这40年里面 其实我们始终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工作 所以一个人工作也面对什么问题 我们不能倒下 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面对什么意外呢 工作意外 交通意外 健康出意外 我们想象一下 我30岁的时候出一个意外 如果我单身 可能我跟这世界拜拜了 我完全没有感受 但是如果这时候 我上有父母 下有孩子 有什么事情要我养的人还怎么办 再来 如果我只是发生意外 没有工作的能力 这样我不是要父母亲或者家人养我吗 想象我很害怕 所以我不想面对这种问题 40年一个人工作 但我就想 就算我平平安安工作到65岁退休 但是我发现到我们退休下来收入是怎样的 零耶 完全没有收入 想象吗 如果退休下来是65岁 我完全没有收入 但我们平均年龄活到80岁 65岁到80岁 这段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存足够的储息 让我们活到80岁吗 我们的EPF 我们的保险 所有的储息够用吗 还是我要把我的生活数字降到非常低 再来有去想 如果退休下来 我们会不会要一些费用 比如说医疗费啊 不小心跌倒啊 或者是需要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啊 去做针灸啊 种种这些都是费用耶 如果没有怎么办 甚至我算过 很多人如果我们供物质 供到70岁 意思说我退休下来 物质我还在供企业 如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 如果我把我的供给金的钱拿回出来 全部去给还清贷款 那么我靠什么来过活 说40年一个人工作 真的很大的风险耶 我不想面对这种问题 照常安安稳稳退休 会过后呢 收入是零的话 我也不想 所以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去改变 我投入这个被针的生意 我开在互联网上开分店 你去想 你开时间 时间开时间就100件 100件再开时间就1000件 加起来有1110件分店在运作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很群劳去协助他 顺练 所以每个人会学会做 我们就来会教 所以当我下线会做 会学会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退下来 万一什么意外发生 我们还有个准致 一个团队在运作 你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是很想像我一样 所以我真的是很呼吁 视频上的 看视频的你 跟我一起来合作 跟我一起探讨这个生意 期望跟你一起合作 这个生意 未来呢 我们一起追求安全感 有保障的收入 跟自由的人生 甚至我们可以一起环游世界 一起学 一起做 一起当老 开开心心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谢谢你的时间 拜拜